27-30的体组要介绍的是碳酸饮料 为什么这些碳酸饮料喝起来会有气泡呢? 就是因为它把二氧化碳溶解在饮料里面 溶解的方式会先将数个大气压就是比较高压的二氧化碳 通入装有饮料的玻璃瓶然后把它密封 根据Honey定律说的 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会跟液面上该气体的分压成正比 在我们现在汽水的例子 我们现在画一个汽水瓶 这个斜线的部分是汽水 气体的溶解度S 指的就是在液体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 液面上的气体分压 就是在上方这个空间的二氧化碳压力 那氏子中的KH 是比例长处 它会随着温度的改变 温度越高 KH的值越小 所以才会说 如果是气体的话 温度越高 溶解度就越小 二氧化碳融到水中之后 有一部分的二氧化碳 会和水反应产生碳酸 而且碳酸还可以再解离出氢离子 跟碳酸氢根 但碳酸氢根也能够再解离出氢离子 还有碳酸根 不过它的KH又更小了 所以它就没有列出这个式子 这个题主要问的是有一个未开灌的汽水瓶 瓶内上方的二氧化碳压力是2.5大气压 要回答下面的问题 27题 要问溶解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 那我们就带它给的亨利定律的式子 S就是现在要求的二氧化碳溶解度 会等于KH 我们现在是25度C 这时候的KH 就是0.03 在这里屏中细体的分压 屏幕有给是2.5大气压 就算出溶解度等于0.075m 28题 要找下面这个式子的平衡常数数值是多少 它不会无缘无故去问你平衡常数的数值 一定是从上面有给的这些平衡常数的线索 可以把这个答案找出来 找的方式就是这两个反应式 我去做加减或者是乘以细数 就像是数学在做线性组合 应该对这两个反应式 做一些事情之后 有办法找出28题要问的这个反应式来 我现在看到这个反应式的左边 有二氧化碳加水 上面这个式子也有 而且也在左边 28题的反应式右边 还有氢离子加碳酸氢根 下面这个反应式也有 而且它刚好也在右边 所以应该把上下两个反应式加起来 就可以长出28题这个反应式 反应式在做加减或是乘以细数的时候 然后就把它想成是数学 中间这个箭头就类似等号 所以现在左边就只有这三个物质 二氧化碳 水 还有碳酸 右边有碳酸 氢离子 还有碳酸氢根 那在数学 左右两边有一样的东西就把它消掉 这里一样可以消掉 所以代表是这个物质 反应前后是一样的东西 还没有发生反应 不需要写进反应式 消完之后就长得到28题 一模一样 那这边重要的其实是 我做的是 两个反应式相加 那平衡常数 新的平衡常数 就会是旧的两个相乘 反应式的相加 会变成平衡常数的相乘 所以这提到的答案就是K1 所以Ka 会等于4乘以10的负齐 hostel 请 cheat 7 10 3 4 1 6 1